这份古老的古朴又一次在我们眼前呈现 它所流淌的千年音韵又一次在我们耳边回响 它就是发现于敦煌墓高枯的敦煌石 一九零零年六月二十二日 敦煌墓高枯道士王元璐 在清除第十六窟的击沙石 偶然发现涌到北壁有一小窟 打开一看王道士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在约三米见方的石窟里 堆满了无数捆用白布包着的东西 这些东西竟然都是八百多年前的 一座价值连城的石窟 一个千年不灭的灵魂 在沉睡了八百多年后穿越了凝重的时间隧道 又悄然回到了人间 据以后不完全统计 在藏经洞中出土了从公元四世纪到十一世纪的各种文物 五万多件 其中有一件曲谱 后人一般称之为敦煌曲谱 一九零八年 法国人薄熙和将敦煌曲谱和六千多卷敦煌遗书 结往巴黎 敦煌曲谱超录于九百三十三年前 用古代谱字记录了二十五首唐代乐曲 因其谱式与现今流行的五线谱和简谱截然不同 一般人看不懂 所以被后人称为天书 这些被称为天书的乐谱 究竟如何解读 如何演绎 为了破解千年神韵 百余年来 世界各地的专家 学者 好守穷精 孜孜不悔 在既有的专家 学者中 陈应时先生 始终不渝 独树一帜 本场音乐会选取了陈先生研究成果中的解艺精品 以其为蓝本 作曲家 作曲家还启用了唐石尚未出现的二符 中符等拉弦乐器 鉴于音响的活泼与灵动 作曲家还采用了柳琴等近代民族乐器 给予点编辑 接下来请欣赏今晚的第一首乐曲 品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今晚的一首乐曲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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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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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